12月26日,济南大学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和济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广州共同发布独立研究报告,阻碍交易,增加成本,破坏产业链,美国涉疆制裁对全球棉花产业链的影响。 据介绍,研究小组历时三个多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广东省的17个县市进行调研,调研对象超过70人,包括各地区不同类型的棉花种植户,不同规模、类别的棉纺织、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调研报告。 从这个棉花的播种环节开始,就是这种机械化作业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然后呢在这个棉花的管理环节,也就是这个打药施肥等等环节,都已经大规模采用这个无人机了,然后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新疆这无人机紫宝,它的作业面积已经超过了两千万亩,然后呢只有在棉花打顶以及棉花除草这样的一个轻量劳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用到这个用功。 但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说这个棉花种植户给我们出具的这个用功的合同啊,非常的规范,调则明晰,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用功人员是这个权益是得到依法保障的,那在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这个采摘环节啊,就是它这个新疆的这个采摘率,机械作业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而且这个的素质也是在不断的攀升。 报告认为,中国棉花产业凭借优质的棉花原材料,完善的供应链网络,成为全球棉花产业链的中心环节。 因此,破坏中国棉花产业就等于破坏全球棉花产业链。 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涉江棉花制裁对全球棉花产业链的各环节造成了打击。 报告还指出,美国涉江制裁并未对中国国内棉坊制造环节造成明显影响。 就我们的棉花种植户是没有感到,感受到这个美国制裁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个图,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然后新疆棉花相关的企业,它的数量是不断的增加的。 这样的企业的增加就承接了来自于棉农生产的这样的原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也是,如雨后撑省般的涌线。 它给我们这个棉花种植户提供了农保服务,生产技术服务,甚至对接市场等等等等这样的服务。 也就是在这种多方互航之下,我们棉花种植户是没有感到制裁的影响。 他们也希望再进一步扩大生产。 报告指出,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中, 中国棉纺织服装企业实际上是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强迫劳动, 中国才是被剥削的一方。 因此,美国涉疆棉花制裁是虚假正义。 该制裁不仅损害了全球棉花产业链上各国主体的利益, 而且在制裁的连锁反应下, 美国企业和民众为此承担着高额的经济代价。 美国的这个涉疆制裁,尤其是因为棉花进行的涉疆制裁, 对全球棉花产业链是一种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它不仅在各个环节上都增加了成本, 而且对很多企业来讲, 它被迫,比如说美国企业, 它被迫转移到东南亚, 被迫放弃中国市场, 这对企业是重大的损失。 但是美国企业有苦说不出, 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因为它国内法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美国企业只能撤走。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其实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上呢, 中国的这个利润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当中, 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是属于被强迫劳动, 被剥削的状态, 而并不是美国说的这个中国强迫少数民族劳动, 因为在这个体系里面, 美国为首的西方企业已经拿走了巨大部分的这个头部利润, 那中国的企业只能拿到很低的1%, 2%,3%的利润, 即使是这样, 如果还要被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的话, 这个在这个道意上来讲是完全占不住脚, 而且是不公平的, 属于是得了便宜还卖怪。